教練手勢一下 拔河參賽隊伍立刻卯足全力衝刺 比氣勢也比團隊默契 104年度台中市體育總會中小學拔河比賽 這天在神岡鎮賭國小舉辦 共有30支隊伍來參賽 拔河也是我們神岡區體育會 推廣的重點項目之一 尤其在這兩三年教育部首辦的 全國性的比賽 我們國小組 郡獨 豐州 國中組 神進國中 包括豐元國中 包括我們神岡國中 他們都有很好的成績 國小組總共有20隊 國中有10隊 那在這裡面有許多學校是岡組隊 像殺戮國小 國中組有光玄武全國中 這都是第一次來參加 所以我們發現我們台中市的拔河的人口正在成長 兩天的賽程分成男子組女子組和混合組 以分組競賽的方式進行 主辦人會表示這次參賽隊伍除了曾拿下全國冠軍的神岡和鎮賭國小等中小學外 還有剛成立拔河隊的殺戮國小和五拳國中 彼此都在訓練過程中下了苦功 讓這場賽事更有看頭 會加強訓練有時候20拳操場然後外拳然後就一直訓練一直訓練 然後中午有時候就拉拔合肌然後對啦然後下拍然後去練那個坐地騎什麼的 然後平常練習就是一或是五就回到後操場就那個跑步啊 然後或是練背肌還有要練角力 所以我們培育了很多的人才尤其像鎮賭國小他在第一屆還有在後面的一些選手上面 都已經當上了國手而且為國爭光 主辦人會表示這次參賽隊伍實力都相當堅強顯示校方對拔河運動的重視 而兩天的賽程後冠軍隊伍將會代表台中角逐全國賽事寶座來為學校爭光 記者立講台中猜不到